最近呢我们在频道下面也看到有一些人跟我们留言啊 说你们居然要剥夺女性的权利 你们要终止女性堕胎 还有人说干嘛不让人堕胎 如果生下来的小孩不幸福 为什么不早早的就把他打掉呢 看到这些留言同时也反思自己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到位 所以还是会有人流出这样的言来 那昨天呢Eason已经回答过一些了 那我在这边也来回答一下 我我们反堕胎反任何形式的堕胎 那为什么我们这群人要终止女性堕胎的权利呢 没有终止女性堕胎的权利 我们是反堕胎没有错 但是在美国并没有全面的禁止堕胎 就算最高法院最后拍案定版 说Roe v Wade这个东西被推翻 宪法不保护堕胎权 那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要不要堕胎这件事 联邦不管了 你们各个州自己去决定 所以这样造成的局面就是保守派的州会有不同程度的禁止堕胎 像是什么六州以上不能堕胎啊 十五州以上不能堕胎啊 还有像俄克拉荷马州那样的 从怀孕开始就不能堕胎的 那左派的州像加州纽约等等这样的州哈 还会让人继续堕胎 而且是不分月份的 即将出生的也可以堕胎 那更像是加州正在努力桥通过的AB2223号法案 就是出生一个月以内的小孩也可以杀死 所以在美国没有不让堕胎这回事 如果你住在一个保守派的州 你想要堕胎 那你就跑得远一点 你来加州搞不好加州还给你掏钱呢 你可以到左派那里去堕胎 如果你想要随时随地的 把堕胎当成吃饭一样方便 那你就直接搬走 支持生命 珍爱自己身体和家庭的人 去到保守派的州去 喜欢为了纵欲 然后随便要杀小孩的 就搬到左派的州去 这样就解决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说说 如果生下来的小孩不幸福 那他生下来也是悲惨的 为什么不早早把他打掉呢 谁生下来是嘴里含着金汤池出来的 你怎么判定别人的一生是悲惨的 你没法判定嘛 因为你不是上帝嘛 人只要活着 就有机会感受幸福 享受美好 用自己的主观意识 去否定去咒诅别人 说这个人呢 他一定一辈子都这么悲惨 这样的人呢 太悲惨了 他还不配活着呢 还不如死了 这是什么心态呢 这是什么逻辑呢 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如果单凭你认为 这个人是悲惨的 他就不配活着 那这世界上有多少人你觉得该死呢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了幸福的人生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体会 就有机会努力去追求他的人生 不管这个人生下来 是美 是丑 是完美的 是残缺的 他们的生命权都和我们是一样的 因为人皆生而平等 所有历史上的大屠杀的事件都被人铭记在心 像是杀死了600万犹太人的德国纳粹大屠杀 还有杀死了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 这些都是一直给我们敲响的警钟 但是每年被杀死的小孩有多少 Worldwide提供的数据显示 从2022年1月1号起 今年啊 年初起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1600万的小孩被杀害 这个数字比死去的犹太人多了1000万 比南京大屠杀遇难的中国人多了1620万 而这仅仅只是5个月的杀人数量 全世界最大的杀人工厂就是在堕胎诊所 就是在女子医院 但是他们现在把这种行为包装成医疗需要 还忽悠了一票自己都是受害者的女人来支持 我以为医疗需要是治病救人 但是现在杀人肢解也算在里面吗 我们每天口口声声说 我们要纪念历史上惨遭屠杀的人 但是现在真正的屠杀就在我们身边 但是我们选择视而不见 That's a shame for all of us 我们不能再找更多的理由去掩饰杀人的罪行 我们也不能再放纵了自己之后 不想负任何责任 解决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制造问题的婴儿永远闭嘴 我们下期待